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我是鮑勃 我是文恩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從新宿散步到池袋 所以我們會從新宿開始,一路經過新大酒堡 然後到高田馬場,然後經過木柏,然後最後到池袋喔 我們今天這樣的行程是半日游到一日游的行程 我們現在從新宿的南口出發 這邊是一個購物的好地方,有許多的百貨公司 如果到新宿的時間有點早,可以來這邊的新宿醫院看看 新宿醫院占地58公頃,橫跨新宿區與澀谷區 是東京大人氣的綠地,東京人很愛來這裡野餐 推薦來看看富有濃濃日式風味的庭院 我們現在穿過新宿二定木,然後一路經過東新宿就可以到新大酒堡喔 我們現在經過新宿二定木這邊,是一個Gay Friendly的地方 然後有很多的同志酒吧 它這個連垃圾都彩虹的顏色,真是太酷了 這要接來很多酒吧,還有包裹我的朋友所開的店喔 散步最有趣的地方,就是邊走可以邊看有趣的景點 像我後面這一棟就是日清食品的本部 我們第二站來到的是新大酒堡 這邊也就是東京蠻著名的一個Korea Town 我的韓國朋友都還蠻推薦這邊的韓國餐廳 因為吃起來蠻道地的 掛完了新大酒堡,我們接下來要一路走到高田馬場 戰雨站的中間都有一些悠閒的小秘境 可以散散步看看風景 我們從新大酒堡大概走個20分鐘 現在可以到高田馬場 高田馬場這邊距離找稻田大學很近 所以很多便宜的餐廳喔 另外我們也非常推薦這邊的炸豬排店 這個來自霧島的黑豬肉炸豬排定食 看起來太威猛了 還有一家漢堡店叫做HOMIES 我就是培根起司蛋漢堡 高田馬場往木柏的方向走 沿途的風景都很漂亮 我們這邊還可以看到都營黃川縣的交會 真的超酷的 我們現在到了木柏這一區 有名的就是鬼之母神堂的記者 阿絲之古林園 我們現在走在前往鬼之母神堂前面的一個燦道 然後這裡同時也是我老婆主演的日劇 無法成為野獸的我們主要的場景 我現在走在這裡真的是覺得太驚奇了 我後面有這種舊房子就是男主角住的地方 鬼之母神堂這邊是孕婦求安產文美的 離開鬼之母神堂大概在走路走個15分鐘就可以到時代囉 我們現在來到了最後的一站池袋 池袋這個區域吃的跟逛的都還算蠻方便的喔 這裡有很多日式料理 像是燒鳥、焗酒屋、燒肉 購物的話也有百貨公司、藥妝店、銀牌專門店等等 店家普遍也營業到比較晚 適合作為晚上的最後一站 如果大家想要看更多關於池袋的資訊 歡迎去看我們的池袋時選的影片 以上就是今天介紹我們從新宿漫步到池袋的路線啦 我是包博、我是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